大家早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与朝飞有约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话题 叫做碱性的一个饮食 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人家告诉你说呢 吃哪一个东西呢 会造成我们的身体是碱性的 然后吃另外一个会造成我们的身体是酸性的 然后还有人会告诉你说呢 我们能够透过改变我们身体的一个酸碱值 然后来预防或者是甚至于治疗疾病 另外呢有一些人又会告诉你说呢 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pH值 所以呢真的我们所吃的东西 会影响我的身体变为是碱性还是酸性吗 事实是其实是不会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说 我吃的东西会影响我血液里面的一个pH值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科学的研究的一个支持 然后也不符合人体的一个生理学 美国癌症研究所 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酸碱值说吃东西能够影响他 他有薄于我们所有对人体化学的一个认知 因为我们人体基本上不可能形成一个弱酸性的一个环境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 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pH值 酸 OK等于pH值在0到6点左右吧 OK 其实6.9已经有一点是属于是中性的了 我们的水7.0是完全的是属于是中性的 而碱性的呢 一般来说就是说超过了7以后 我们就称它为是碱性的 所以比个例子来说 你的可乐虽然说呢喝起来不酸 但是呢它里面其实加了很多的酸 然后呢 所以呢它的糖就会加的多一点 OK 其实可乐它的pH值才只有2.3而已 而呢番茄差不多4.5 柠檬就比较酸了 只有2.0而已 OK 那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 就是我的水其实只有7.0 OK 而呢比个例子来说 漂白粉啊非常的碱性 小苏打那些都是碱性的 好 那我们再来另外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人体里面的pH值 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比个例子来说 我的胃 我的胃里面呢 有很高的一个胃酸 所以呢 它的pH值就会很低了 因为它就比较酸了 所以呢 它的pH值大约在1.5到3.5左右而已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我的血液里面 我的血液它必须要维持在7.35到7.45左右 OK 它不可以波动很大的 甚至于如果说呢 我的血液波动在于7.3 OK就只有差了一个0.05 或者是到达了7.5 就只有一点点的一个波动 其实对我的身体都是非常不好的 它代表着什么呢 如果说呢 我的血液的酸度降低的状况底下 就是代表着快要死了 意思就是说呢 比个例子来说 我有很严重的感染 或者是我进入了休克了 那么才会影响到我的血液里面的一个酸碱度 那么很多的人在支持那些所谓的说 你要有碱性的饮食啦 什么酸性的会致癌啦 这一类的人的说法呢 他们在查的pH值 他们是在查哪里呢 他们是在查我们的尿液里面的一个pH值 或者是我的唾液里面的一个pH值 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的一点啊 我如果要查我的口水的一个pH值 我吃了一个柠檬 那岂不是酸死了 对不对啊 那我的尿液呢 更不可靠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如果说喝了很多的醋 你们没有听过吗 现在有一些人流行喝醋嘛 你如果说喝了醋了以后呢 那因为呢 它很酸 所以的话呢 我的肾脏要把那个醋给排泄掉 那么我的尿里面当然就会变酸了 OK 所以的话不管是从我的唾液 是从我的尿里面去检查pH值 这个都是不准 而且也无关紧要的 那我的身体 我的血液 为什么我一定要平衡它的酸碱度呢 因为呢 它关系着我的生存 意思就是说 我生还是实 所以呢 我的身体是怎么样来达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利用了两个 一就是呢 我的肺部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肾脏 所以呢 我的肾脏呢 只要我吃下去任何酸的东西 那么我会从我的尿液里面 把这个酸子 把它给排泄掉 所以呢 你利用了你的肾脏 在排泄一些酸 OK 所以的话呢 它能够平衡你的血液里面的一个酸碱度 所以你的肾脏 在这一点上面呢 它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功效 但是呢 这也是为什么原因 比个例子来说 如果说呢 我喝了很多的醋 或者是说我吃了很酸很酸的东西 久而久之 它其实呢 对我的肾脏是不好的 因为我的肾脏呢 它必须要呢 很过度的去劳动了 另外一点 那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有很酸的东西来说的话呢 其实呢 对我的牙齿的牙肉 它是会有伤害的 OK 所以呢 对你的牙齿并不是很好 然后呢 再来另外一点呢 它比个例子来说 如果说呢 你今天 你有使用一些高血压的药物 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药物 你在控制你的血糖 那么太多的酸都会影响它的 那我们回归这一点 意思就是说呢 你从你的尿里面去查到说 不管是碱还是酸 它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参考价值 因为它是跟着你吃的东西 如果说我吃的很酸的 那么自然而然 我的尿就会成酸 这一些没有什么说 对你的健康是不是有影响 因为你的尿本身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肾脏 帮助你平衡的 另外一个平衡点就是你的肺部 你的肺部呢 它是呢 当二氧化碳在我的血液里面累积的时候呢 我的血液就会成酸性 所以呢 我们的呼吸并不是因为我缺氧 所以呢 我说我一定要呼吸了 其实并不是的 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说呢 我得要呼吸了呢 是当我的血液里面的二氧化碳高的时候 我才会感觉说 我喘不过气来了 也是这样子 比个例子来说呢 有一些人他说自杀 OK 他用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 他没有感觉说呢 他呼吸不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肺部的二氧化碳 他是OK的 OK 所以的话呢 你的肺你会感觉说我想要呼吸是因为呢 是你的二氧化碳 他如果高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感觉 我必须要呼吸了 我必须要呼吸了 所以呢 你的肺部也在帮助你调节什么呢 你的血液里面的一个酸碱度 所以呢 我们是靠你的肺部跟你的肾脏去平衡你的一个酸碱度 OK 那很多的人他都会告诉我们说呢 酸性的一个环境啊 它会导致癌细胞的一个生长啊 你可以试试 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呢 很可悲的 不管你是酸性碱性 癌细胞都生长得很快乐的 没事的 OK 而是是怎么样呢 是因为癌细胞已经成长了 所以呢 是癌细胞的成长导致了酸性的一个环境 而并不是说酸性的一个环境导致了癌细胞的一个成长 那所谓的市场上面有很多各种各类的提倡的叫做减性的饮食方法 其实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健康的一个方面的 因为呢 所有的那一些提倡减性的饮食里面 他都会说你蔬菜水果要吃的多一点啊 OK 然后肉啦蛋啦乳制品吃的少一点 从这一点来说 他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呢 他的健康来自于你摄取的各种各类植物性的一个营养 OK 但是呢 他的健康并不是来自于这些食品的一个酸碱性 因为呢 没有任何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证据显示出来 我们吃的东西能够影响到我的血液里面的一个酸碱性 OK 那呢 但是呢 提倡这些酸碱性饮食的人呢 他还是有不健康的一面 因为呢 你可能已经排除掉了某些食物和营养的一个社群了 比格里斯来说呢 他们比较不提倡一些肉类啦 豆类啦 坚果啦 这一类的东西 那当然肉类吃的太多不是很好的 但是呢 你不要忘记了一点 你还是有一个抵抗能力的 对不对啊 你偶尔享受一点点 你看到的一个美食 偶尔吃一点点 你只要不要吃的太多 你如果说看到的美食 像你呢 你一口也不吃的话呢 等一会呢 你心情郁闷 抵抗能力也会下降的 OK 所以的话呢 多种类的一个饮食是好的 但是绝对是要以蔬菜水果要多一点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都会好一点点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提到了说 我们身体里面 其实呢 你的血液是平衡在7.35到7.45之间的 这个范围里面 它不会大幅度的一个波动的 而且呢 另外一点就是不管你吃什么东西 其实都不会影响你的血液里面的一个酸碱度的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 你呢 有一个肺 然后你有一个肾脏 所以呢 它能够帮助你平衡你血液里面的一个酸碱度 如果说你血液的酸碱度已经不平衡了 不管它是变得比较碱性 或者是变得比较酸性 代表着就是说呢 你生病的非常的严重了 OK 已经呢进入了呢 快要死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的话呢 所以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血液它是必须要保持平衡的 好 那么从那一点我们再来谈一谈 现在呢有各种各类的碱性水 什么叫做碱性水呢 碱性水呢 它们就是建立在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个观念 因为有很多的人他就相信了说 哎 你啊身体能比较酸性啊 会让一个癌细胞成长啊 酸性是不好的啊 要碱性才健康啊 这一类的一个概念 而延伸出来的一种水 OK 所以呢 碱性水 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解决一个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 OK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 好 你的血液我们刚才说了 差不多7.4左右的一个pH值 你的水呢 纯的水 应该是在pH7左右 自来水的话呢 差不多6.5到8.5 碱性水 它通常在说的就是说呢 高于pH7左右的 好 那我们再来谈一个概念 为什么碱性水是没有用的呢 而为什么原因你说呢 我吃一个碱性的食品也没有用的呢 因为你有一个东西叫做胃酸啊 我们身体每一个地方 你的胃酸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酸碱度是不一样的 你有一个胃酸 为什么你要有胃酸呢 因为你吃下去的食物 假设说它里面有细菌 那么你的酸度还可以帮助你灭菌 所以呢 你比较不容易生病 你比较不容易比克里斯来说 拉肚子啦 或者是说呢 食物中毒啦 OK 所以呢 你的胃酸 它是必须的 你的胃酸保护了你 如果说呢 今天不是有一些人吗 胃酸过度的话吗 他会不断的去综合他的胃酸吗 当你不断的综合你的胃酸的状况底下 其实是比较容易得胃癌的 OK 所以呢你的胃酸 它的PH值在哪里呢 胃酸大约是在1.5到3.5左右 意思就是说很酸很酸的 柠檬差不多在2.0 所以呢你的胃酸就像柠檬那么酸 OK 而呢你的胃 它大约含有20到100毫升的酸 要看呢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OK 那么如果说呢你今天 你说呢我要用碱性水 然后呢这样子呢 我才能够成一个比较碱性的一个身体 对不起你喝了那些水了以后 到达呢你的胃部 你的胃部那么酸 你要把它综合掉的话 你差不多要喝30公升的一个碱性水 OK 而呢我在计算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碱性水呢我们是拿差不多8.0 意思就是蛮碱性的一个水啦 那么如果说呢比个列子来说 一般的一个瓶装水 OK就是不是很大 但是也不是很小的那一种 差不多有500毫升 那就是意思你要喝多少呢 你才能够综合掉你的胃酸呢 差不多60瓶 好了你喝了60瓶呢 这个东西呢应该也没有那么准确 为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说呢 是在假设说呢 你的胃部没有在持续的分泌胃酸 你的胃部呢 那个胃酸它是不断的 它会慢慢的 它是不断的在分泌的 OK你一吃东西 它就会分泌的 对不对啊 OK 所以这个是假设 它是固定的 你没有继续在分泌的 那你如果喝了那么多的水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都不用说什么碱性 什么酸性 你就直接水中毒了 OK 所以的话呢 这是你要用一个碱性水 你说你要去综合的话 来平衡你身体的一个酸碱毒的话呢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我们才会说碱性水呢 它是用来解决一个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 那么呢什么东西会变为是一个比较碱性的一个水呢 比个例子来说有人会说这是天然的 那其实呢你要让一个水比较碱性的话呢 就是说呢 它的比个例子来说 它的矿物质稍微高一点点 你给比个例子来说 它的钙啦 梅啦 钾啦 这一类的东西稍微高一点点 自然而然的 它就会变为是弱碱性的 那天然的所谓的天然的一个碱性水呢 就是说比个例子来说 经过了岩石的啦 这一类的 就是说呢 比较多的矿物质 它自然而然就会碱性了 OK 你如果说在你的水里面呢 加了一点小苏打碱也就碱性了 你看那海水的话呢 是最碱性的了 OK 所以呢你如果要很碱性的水的话呢 海水多的是啊 你看海水的话呢 它是差不多那PH7.5到8.10左右 非常的碱性 因为我们刚才有说过了 7.0是怎么样呢 是中性的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所谓的电解水 你们有没有看过 市场上有很多的基金卖的 就是说 我呢可以帮你把水给电解了 好像是说电解了以后呢 就会比较健康一点 那么电解水的话呢 它是怎么样呢 它就是说透过 一个电解的一个方法 我去分离水中的一个分子 所以呢他们说呢 我抽掉了酸性的部分 保留了碱性的一个部分 OK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弱的 所以呢在这里 我先得解释一个点 你的水 假设说是蒸馏水 OK 那么呢 这个机器就没办法工作了 OK 我就没有办法透过电解法 去分离任何的一个东西了 OK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必须要有矿物质 OK 我才有办法透过分解法去分离东西 如果说我的水是标标准准的7.0 我的水里面没有矿物质 OK 而我今天用的是一个蒸馏水 那个机器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OK 好 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需不需要去把它给分解出来呢 不需要的 OK 是不需要的 这只是是说呢 如果说呢 他们会说你看看 我抽掉了你的酸性的一个部分 OK 然后呢 我保留了比较碱性的一个部分 OK 你如果说呢真的呢 你不要那些矿物质啦 或者是说你要多一点的矿物质 OK 其实呢你也不需要从水里面来摄取矿物质 因为毕竟在水里面的矿物质太少了 OK 你由石饼来摄取矿物质 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的 而最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原因水是那么好的一个东西呢 为什么原因水是天然又有益的呢 因为水里面它有酸性的一个氢离子 然后它有碱性的 所以的话呢 它是两个来中和它 导致了我的水是平衡而是中性的 OK 所以的话 好好的一个中性的一个水 那么好的一个水 是平衡的一个水 干嘛要去破坏它呢 OK 你的水占了你的身体的大约的60% 所以呢 你一定要喝足够的水 你才能够保持你身体的各方面的一个平衡 那刚才呢 我有提到了所谓的一个叫做水中毒 那有些人会说 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呢 那呢 我就会中毒了呢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呢 除非是说呢 你是跑那种马拉松啦 或者是说你是那种专业的一个运动员 你要中毒还真不容易的 因为为什么呢 原因呢 因为呢 你的肾脏 你的身体的话呢 你可以呢 process 你可以呢 处理 每一个小时 差不多1000cc的一个水 所以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你如果说你要达到的时候 喝了太多的水 对身体有坏处的状况底下呢 你得呢 猛灌水 就是说呢 你要很短的时间喝很多的水 一般的人来说的话呢 他是没有办法喝到那么多的水的 水为什么还好呢 除了说呢 水 他的pH值是在7.0 而且呢 人家是零大卡的 一点热量都没有 你再喝多一点 也不会胖 OK 所以的话呢 其实呢 水 它有益 有益在于 它是平衡 而且它是中性的 OK 不要改变它 水的一个pH值 对你的健康 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 OK 碱性的一个电解水 OK 在美国呢 有一个叫做Magill Offic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OK 他们评价的一个碱性电解水 OK 他说 荒谬 愚蠢 不合理 可笑 滑稽 荒唐 无聊到 令人头皮发麻的一排胡言 意思就是说 从我们科学的一个角度 你可以问任何的一个科学家 你给碱性的一个水也好 你说吃所谓的比较碱性的一个东西 你的血液必须要维持在哪里呢 必须要维持在差不多7.4左右 OK 任何的飘动 就是意识着说呢 我的肺部有问题了 不然就是我的肾上出现了问题了 OK 不然就是说 我快要跟你说 Sayonara Goodbye 好 那么呢 除了碱性水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水 叫做抗氧化水 他们又说呢 我们这种水呢 能够造成氧化还原 为什么原因呢 他们是这样子称的 他们的谎言是说呢 你们看看 抗氧化 对不对 那么的话呢 我能够怎么样呢 一个东西氧化的就是不好 所以的话呢 你喝了我这个水 我能够让它给还原回来 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东西呢 你身体就不会氧化了 OK 那当然了 号称的话呢 能够自白病的 OK 还可以呢 让你呢 变为呢 长生不老的 OK好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氧化还原 这几个字呢 它是呢 连在一起的 OK 就是说呢 氧化跟还原 这两个东西 它是一起进行的 而这个水呢 它号称的就是说呢 没有氧化 它只有还原 OK 这个是已经违反了 这个大自然界的一个 违反了整个化学 整个物理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OK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是呢 不断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氧化还原 它是连在一起的 一旦有了氧化 它就有了一个还原 这两个 它就是一定是必然 它是同时发生的 绝无可能说 其中你就发生一半的一个反应 在化学上不存在 再来 生物可利用水 OK 有人说呢 我们的水比较容易让你的细胞吸收 有人称呼 为什么小分子水 大分子水 这一类的东西 OK 他们会说呢 我们的水呢 电解了 也好 OK 或者是说呢 经过了我们做了某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已经改变了水的这个结构了 所以呢 让你的这个水呢 比较呢 你的身体比较容易吸收它 OK 你的细胞它的生物可利用性 就会呢 比较好一点点 好 从这里呢 我必须要来说一个 水的结构呢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水 就是水 H2O就是H2O OK 它跟化学所有的生物学基本呢 你的就是说呢 H2O就是H2O 你没有办法改变它的 你如果说能够改变它的话呢 把它变得什么叫做呢 小分子大分子的话呢 什么叫做生物可利用水的话呢 那我告诉你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化学变化 真的可以做到的话呢 我们已经改变了整个化学的一个原理 我们的地球应该要进入毁灭了 OK 他们会说呢 我们的人体比较偏好PH值 接近中性的 而非是碱性的 OK 其实啊 你要知道一点 我们的人体 不管是酸性 不管是碱性 我们人体需要的是叫做中性的 就是说你的血液维持在7.4 OK 你的胃酸一旦减少了以后 你不断的 你去综合你的胃酸 OK 那它会阻碍我的身体 去吸收一些维他命 它会削弱我的抗微生物的那一种能力 OK 它比较容易导致胃癌 OK 如果说呢 我为了要让一个水变的比较碱性 我里面可以加钙 加钾 或者是每一些矿物质 但是呢 一旦过多了以后呢 这一类的东西呢 其实呢 如果说肾脏有疾病的人 它是有害的 并不是有帮助的 OK 那还有另外一种水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 它们叫做呢 高含氧水 OK 我告诉你啊 除非呢 你像鱼一样的有塞 不然的话呢 你买这么贵的高含氧水呢 你只是打了一个很贵的一个格而已啊 对不对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人啊 OK 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 或者是理论说呢 高含氧水的话呢 它会增加我血液里面的一个含氧量呀 为什么原因呢 到底很简单啊 你的空气呢 是21%的氧气 水里面呢 只有1%的氧气 那当然啦 你如果说我要让我的水含氧多一点点 我摇它 OK 我一摇它呢 我可以把水里面的氧气增加到差不多5% OK 但是呢 有用吗 没有用啊 因为我的胃 它不是用来吸收氧的 胃是用来吸收营养的 你如果要氧气的话呢 那么呢 你要做什么动作呢 你呼吸啊 你的肺部才是用来呼吸氧气的 你放着空气里面21%的氧 不要你 为什么要去生那个水里面的一个1%的氧 再来另外一点 就是说呢 氧本身呢 它是气体的 你可以就像呢 我也听过说什么叫做 氢水 里面含有氢 它都是气体的 OK 就算我这一瓶水出来的时候 有氢有氧 但是呢 我打开了瓶盖 对不起 马上就不见了 因为它是气体的 它马上就散发掉了 你可以甚至于 如果说我的包装是在塑胶瓶里面 这些气体的东西也会不见掉的 OK 所以的话呢 你如果说看到有人要卖你什么高氧水啦 氢啦这一类的东西 你先记住一个点 你是人 你不是一个鱼 你没有塞 但是呢 你有一个肺 你有一个肺 你就可以吸收空气的氧啦 OK 好 菲律宾的食物药物管理局 它说呢 建议消费者不要清晰 为追求利润的无良供应商和销售商 饮用减性水 高含氧水 或者是电解水 都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血液的一个PH值 美国的运动委员会 它说呢 这些水对静态心率血压及血液 这些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益处 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 OK 再来另外一点 有的时候呢 我就很纳闷了 我们常常呢 会去看一些广告 而这些广告呢 是有很多的明星来做的一个广告 为什么要来听一个明星 来告诉你说呢 你的健康怎么样维持呢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还有市场上还有哪一些水呢 什么奈米水啦 火水啦 深水啦 清水啦 通电水啦 竹炭水啦 磁化水啦 OK 反正呢 你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看到还有另外一点水 那我这样子跟你说好了 没有任何的一个科学的一个研究能够证明 这些水会比你的水龙头的水更好 OK 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呢你不需要喝什么贵的一个水 你水龙头的水已经蛮好了 OK 唯一的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国家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滚过这个水 OK 我们只是怕说有细菌而已 只要是干净的水都是一个好的水 好了 看了这么多呢 其实呢有各种各类的宣传说哪一类的水都是好的 我只有看过一个宣传是正确的 这个水它上面写着减肥水 这是唯一我看到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水的功效的一个声明 为什么原因呢 当然减肥了水没有大卡呀零大卡多喝一点还可以减肥呀 喝的够饱的话可以吃的少一点 OK这是唯一的一个我看到是正确的一个水的功效声明 好了 谈了那么多 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话题 OK 我常常听到人家 有的时候呢就有人会泼上来一个问题就会问我了 他会说呢 这个食物跟这个食物不可以吃 然后呢我觉得是说呢 我最好呢现在就来告诉你们 因为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现在是大闸蟹出来的时候了 然后大闸蟹一出来的时刻呢 就会来的柿子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会说了 柿子跟大闸蟹不可以吃了 他吃了以后会中毒啦等等等等等等 为了你们的美妙生活 所以呢我决定呢现在赶快来说 所以呢你们可以享受你们的市值 跟你们的大闸蟹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食物相可 它是怎么来的呢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呢 它有流传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类的一个食物谣言 但是呢流传最久的呢 应该是这一个 OK前面那个对不起 中文不好读不出来 我就读后面的那一边 他基本上面呢 他的说法就是说呢 你呢吃了肉 然后你喝了奶 然后呢你会有那个寄生虫 再来的话呢 你的肠道就会不好 OK 但是呢我看了一看啊 他这个东西呢 不是是说会变白虫 应该是说呢 古时候 他呢 很多的食品呢 大家呢对他的卫生不是很了解 那在古时候呢 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寄生虫啦 这一类的东西啊 其实呢 那个应该是呢 不新鲜 有了寄生虫 所以呢 其实呢 他跟肉啦 跟那个牛奶啦 其实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的 好 那么谣言为什么会如此广幻的一个流传呢 巧合 食物不清洁 你吃的太多了 或者是呢 你对海鲜有过敏 再来另外一个 就是口耳相传 你们有没有玩过一种的一个游戏啊 就是说呢 我跟你说一个事情 然后呢 你这个再把我说的话 你告诉另外一个人 你这样子来一个十个人到最后那一个 应该是完全都不一样了 OK 所以的话呢 传来传去呢 就会传错了 然后再来另外一点呢 那就是说呢 所谓的专家 其实并不是专家 那么呢 如果说呢 更妙的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专家错了 然后另外一个专家呢 他就想着 就是说 人家那个 那个 他认为是个专家 这样子说 那么我就按照他的说法 总没错吧 就这样子了 然后就传来传去 就变为现在的什么食物相克就出来了 嗯 可以好